太阳和月亮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大山脚下有一户人家,家里只有妈妈和小兄妹俩,他们相依为命。 一天,妈妈去卖米糕,回来的路上被一只老虎吃掉了。 可是老虎没吃饱,于是他决定去把两兄妹也吃掉。 老虎打扮成妈妈的样子,使劲敲着房门,细声细语地说, 孩子们,妈妈回来了,快开门啊。 听见这么粗鲁的敲门声,兄妹俩躲在门后不敢开门。 他们从窗户偷偷地向外面看,发现原来是一只老虎假装成妈妈。 兄妹俩急忙从后门溜了出去,爬到一棵最高的树上,这样老虎就抓不到他们了。 老虎还在房门前大喊大叫,快给我开门,不然我要撞门了。 说着,老虎便后退了几步,然后猛地向前一冲,用力撞开了房门。 可是两兄妹根本没在屋子里。 老虎从窗户往院子里看,发现两兄妹已经爬到了大树上面。 他跑到大树下大喊, 如果你们告诉我怎么上去,我就不吃你们了。 两兄妹根本就不理老虎,只是看着他在大树下面急得转圈圈。 过了一会儿,老虎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两兄妹以为他放弃了,就要从树上下来。 没想到老虎从屋子里又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他嘴里叨咕着。 哼,你们不告诉我,我自有办法。 兄妹俩吓坏了,他们对着天空祈祷。 求求求你,快救救我们吧,我们法师一辈子都做好人。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天空中垂下了一根又粗又结实的绳子。 兄妹俩顺着绳子爬到天上, 变成了太阳和月亮。 老虎见了,也向上天祈求一根绳子。 可是天空中垂下来的是一根烂绳子。 老虎爬到半空中,绳子突然断了, 它就被摔死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我们的条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